以后旅游大爆发 我们就告诉你在英国非常特殊的旅室 其实它在疫情期间就已经打响了名号 就是供应中世纪的教堂 那英文叫做Champing 有一个管理很多间老教堂的英国信托基金会 它结合志工力量设立了教堂旅室的网站 可以自己筹募维修教堂的基金 结合教堂的Church和露营的Camping 两种意思 那旅客们呢 你进到这个老教堂里面 你可以在里面喝酒 也可以叫外送在里面吃大餐 费用大概是台币2000或3000块钱一碗 就先带您眼睛去看看 入住英国古色古香的民宿 调高大通铺空间 有知名的诺曼拱墙面 木板床硬了点 旅客们也可以选择软电双人床 但与通铺之间没有隔间 这是从英国开始的特殊旅宿形式Champing 住在乌林数百年 名列英国国家遗产的古迹中 历史文物重要性 当然高过旅客们的享受 除了设施简朴 长期室友们也比较特别 这位是永远26岁的圣须伯李伯爵夫人 密道顿女士 1614年就住进来了 上锁的中世纪教堂只会越来越荒废 不上锁的教堂履宿 能否拉近人与神的距离呢 英国一个教堂保护信托基金 2014年起 在他们管理的多座英国圣工会老教堂 提供季节性旅宿 募集教堂维修资金 今年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地区 有22座教堂参加 德国记者住进英格兰的圣伯尔德鲁茂教堂 差点连门锁都打不开 像这样游客锐减 屋灵又超过130年的教堂 在没有弥撒礼仪的时间 开放旅客预定居住 一个人大约60英镑的价格 台币2000出头 以特色旅宿来说不算贵 虽没有暖气与抽水马桶等现代化设施 预定者依然踊跃 圣经中描述过耶稣在圣殿内 先翻摊贩桌子 谴责他们把神殿变成做买卖之地 却也记载过先知萨姆尔睡在祭坛旁 多次听见神的呼唤 与寺庙附近的香客大楼不同 英国的教堂旅宿 就是直接睡在举行仪式的同一个大殿内 住宿费用都用于维修教堂 比如这个老教堂 维修屋顶的24000英镑 究竟是神圣空间 还是空旷到让人怕怕 其实多数参加旅宿的英国教堂 对旅客相当妥协 没有太多限制 德国记者真的在祭坛前打开啤酒喝 露营桌椅甚至帐篷都可以搬进来 有些教堂甚至容许旅客带行为不脱续的宠物 一起住宿 连酒都不进 唯一限制是不可打扰当地居民 但要去附近小村镇观光绝对欢迎 既是旅宿 叫外卖也是可以的 外送永花了半小时到达 记者在原本神圣的空间 彩色玻璃上的神明与圣人围绕下 大吃香喷喷的炸鱼薯条 怪归怪 想要体验的旅客络绎不绝 有人专门来弹奏 平常难接触到的教堂管风情 有人觉得走入了哈利波特的场景 传统欧洲教堂 大殿四周可能有石棺 室外空间也常包含墓园 一旦行李旺在室外车子上 旅客就得夜游炼胆 穿过漆黑墓地 连洋叫声都让人害怕 晚上其实也不是很好睡 因为哥德式教堂建筑 原本就设计成让石斑歌声 能有最佳回音效果 一点小声音都会被放大 仿佛在神的注视下睡了一晚 主办单位表示到目前为止 旅客们都很自重 没有做出破坏教堂的脱续行为 另类的古迹活化计划 让原本只能荒废的宗教建筑之美 被更多人看见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